写一个怎么样 我们可以沾默 再写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写立书的方法 第一个要件是写立书 他是一笔一笔的 行书呢 他有一个概念 他需要 笔画和笔画之间 有联系 这个联系我们叫做什么 我们叫 陈上 陈上 他们有段 陈上面 去下面 就是一个笔画里面 你写的时候 你看 行书 这是拿去 行书的收笔 第一笔 就是说第一个观念是 好像一个字里面 他 第一笔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一过有第一笔 第二 第三笔 第三 第四笔 就算第四笔另外一个字的话 他都有联系的 这个联系就是叫 陈上 取下 这个 这个没有 这个完了你去一杯咖啡 这样我再写这个 然后再 我朋友聊天 再写第三笔 那没问题 没有连惯事 可是行书 不可以 行书你一写的时候 你要 你要去喝茶 你不可以去喝咖啡 要为了 喝茶可以的 喝茶也可以 你看 你写的时候 第一个 这个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的 起笔呢 这个的收笔 会连到这边的什么 起笔 这个收笔 未连到这边的起笔 看到吗 他有一个 连关性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观念我们叫 陈上 取下 这个陈上取下 他有一个原则 你跑去围棋练 今天你把这个原则练的话 如果你把它练记住的话 这样 我们就省了一个工夫 那怎么陈上取下 如果他这一笔 第二笔 是在上面的话 他怎么陈呢 他是从下面 看到这个吗 他这样转 看到这个转吗 他是从这边 这边转下去 然后再上去 看到这个吗 这个 看到吗 所以你写的时候 你不要这样 这样你 你没办法 没有联系呀 所以第一个 陈上取 真的 就是他上去的 这笔 看到吗 里面 还有当然一个是 你发现 和律书不同 这律书 是直平的 他是 向上 可是他的联系是 他怎么样 你也不要这样 他是这样 一个小小的转弯 如果你要转弯 你可以这样 可是不要 不要露出来 要有 要含蓄的 要含蓄 要瘦在里面 然后 有这样就不好了 不是啦 我们通常 不要 太过明显 你看我刚才写有没有 没有吗 我这样写 你看 看到吗 他躲在里面 可是唯一我要解释 我 我继续把这个 夸张 夸张 给你看一下 我们看 第一个 他是这边 第一个 这边上去 看到 看到那个线条吗 这边 看到吗 可是这边有没有 没有 这边有没有 没有 这边 也没有 这个时候 我们把他 看不到了 看不到 可是你在几个时候 我看一下给他们 他们会再一次看 因为你看 你看 你看 你看我的那个动作吗 你看我一起把这个动作练 你看 一个 你看 我把他 把他连起来 也是这样 对不对 是吗 可是我凌空而起 然后凌空而下 你知道吗 我把这个笔 提起来 再留下 所以他就会出现这样 可是我的那个动作 这边是怎么样 这边一个转 惯性 这边一个转 这边一个转 看到吗 我看你们开始 凌的时候 就是这样 因为 对 超败 对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不要 我不要你 你去乱零了吗 因为你 你开始 乱零的时候 你没办法把那个字 的那个概念 零出来 就是我们不要零行 我们是要零他的胸 所以开始 这个是第一个说 如果这个 的收笔 和起笔 是在上面的话 你从 从下面 连上去 如果他正在 在下面呢 就相反 你看这个胆子 一点 你看 看到吗 看到这个 在上面吗 这个在下面看到吗 还是看不到 为什么你要这个要绕上去呢 是 没有为什么 你这个 我们不要这样 我们要给他一个 一个 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 如何夸张呢 到慢慢的话 他会消失 可是你写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意思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现在我们不要讲 当然还有那个条件 那个 那个速度的 原因 这个跟隶书的 什么 维峰 一道对 没有同工业绩的意思 可是 可是没有 没有维峰的 维峰就 不一样的 这个是行书的做法 对对 所以你看啊 你看我把这个堂字写 给各位看一下 你看啊 我把他的那个 你看那个轨道吗 要看这些大人 好像乱七八糟了 乱七八糟 可是如果 你看啊 我的用笔 今天讲 这个 层上去下的那个 概念其实是一样 这个下去了 你要 这个 这个这上面是吗 你这个 下面是层这边吗 所以你这个要下来 然后这边 看到吗 然后这边呢 下去 看到吗 那是什么时候是往上 什么时候是往下 所以我是说 如果 如果 下一个收 旗笔是在上面的话 你就向下 如果 下一笔是在下面的话 你就向上 那就完了 下一个旗笔在下面 你就往上 下一个旗笔在上 你就往上 这个来讲 你看 这个在下面 对 往上一点点 看到吗 嗯 我们通常没有这样的 哦 这样的话通常是指说 一个折笔 这个折笔 才这样的 嗯 你知道我们这边不是讲折笔 我们是讲 这边有两笔对 对 这个这是一笔一笔吗 折笔是这样 这种叫折笔对不对 这个不是折笔 这是两个笔画 两个笔画就有这个 沉上取下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东西 所以你看 它 它是这样的 对不对 有点像打太极一样 如果你把这个 我把这个线条 写人 你这样看是不是很乱 嗯 可是落写的时候其实是不乱的啦 老师你往上 你这个地方 老师你刚刚这个堂子怎么这个地方然后怎么跳到这里来 我因为我这边上去 你这个是上去是吧 你就往上 上又下来 下来又要上了 对往上 那你跳到这里来呢 就会过了 但是在下面 那就 往下 你这个字很乱讲为什么这个是 这边这样 往上 这个它是上 你要连吗 它的走法 要连吗 你要这样 你的走法 要连起来吗 上 只有连贯性 连贯性 OK 再看再看 啊 但是 我把其他字一直写 然后再后来我再讲一下 这个三你看 简单 就是你 你也可以向上一点 看到吗 一个假动作 所以说你写的都不需要 可是你看 如果你要的话是这样 但是不要 看到 这跟隶书有关系吗 没有 这个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写隶书要写行书 那比法 有一点不同嘛 如果完全一同的话 那就 看到了 谢谢